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12号表示 上周在萨摩亚海域搁浅并沉没的 新西兰军舰目前已经泄露了 约20万升柴油 对周边海水造成了污染 军舰的撞击还对当地珊瑚礁 造成严重损坏 新西兰海军这周军舰 当地时间5号晚 在萨摩亚海域起火搁浅 严重倾斜 随后于6号沉没 舰上75名船员和乘客 安全抵达萨摩亚 据了解 初始军舰是一艘 多用途海上支援舰 自2019年以来 一直在新西兰皇家海军服役 主要用于新西兰周边 和西南太平洋的 专业潜水打捞和水分任务 也可以支持清除战争遗留 爆炸物的任务